其實很多人都會餵嘴嘴的事情 其實包括我們出去的時候 很多人說怎麼還在吃嘴嘴幾歲了 那其實大家都會想說 咬合或什麼真的會影響那麼大嗎 其實不會啊 真的假的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夫妻的爭執常常 尤其是為了小孩 是因為擔心孩子的某個健康的意義 對 所以他認為一定要這樣做 這樣孩子才會健康 可是像不管是這個毛巾 或者是嘴嘴 或咬手指 或者是這個手帕 其實那個跟爆牙的關係是時間 比如說你如果從早到晚都吸著 那麼他爆牙機率就很高 如果你只有睡覺前吸三分鐘就睡著 這跟這絕對是沒有一樣 你光吃飯啃蘋果的時間 都比那個時間三分鐘還要久 真的 所以其實是時間而已 那我想Paul哥後來的那個規矩是對 就是說睡覺前用 那通常我們會以三歲作為一個臨界點 如果你的孩子三歲前還有必須要靠這些外力 這個口譽的方式安撫自己情緒 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三歲以後如果他不只是睡覺前 他連白天都一直吸一直跟你討 其實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是說 怎麼去塗辣椒塗芥末 或者是給他帶個紙套 而是說為什麼我的孩子到了三歲已經 不安全感 會講話了還必須要靠這樣子來安撫自己 為什麼 這後面的原因更重要 其實我覺得讓他們確定說 在醫學上其實沒有明確的證 沒有那麼大的危害 或醫學上沒有那麼多的證據說 你這樣做小孩就一定會怎樣 這句話講出來媽媽至少會比較心安 爸爸會比較心安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